Manda老师 我想请问一下 什么样的星座的人 比较是生活白痴 不会照顾自己 其实我们就发觉 很多所谓的生活白痴 都是妈妈 爸爸宠出来的 但是如果我们观察 自己星盘的太阳星座 跟上升星座 确实有些星座的特质 在生活上面 是比较欠缺一点的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三名 如果有落在母羊座的朋友 原因是因为 就像孩童需要呵护 我们想像母羊座特质强的人 他们其实对于他们 一些新鲜的事情 他们会非常的投入 你想像一个小朋友 刚进幼稚园好了 他可能会觉得 幼稚园很好玩 对不对 每天早上爸爸妈妈送到门口 他都迫不及待地 冲进去要跟同学玩 那时候妈妈可能在后面 帮他背着他的书包 拎着他的水壶 拿着他的什么东西的 所以母羊座特质的人 他们长大之后 如果家里有个母羊座的孩子 他可能这个 午餐或是晚餐 随便扒两口之后 急急忙忙的就要出去 跟同学打球了 妈妈要在后面叮咛说 你到底什么时候 学校要开学啊 什么那个作业写了没啊 什么时候注册费要缴 就是一直需要别人 在旁边叮咛着他 免得他们对于 自己有心投入的事情 会非常的专注 而忘了生活上的一些琐事 好那再来我们看 第二名 如果有落在水瓶座的朋友 原因是因为 要有兴趣才会关心 好其实很多人都觉得 水瓶座的人看起来 好像这种很抽离 对不对 有点冷 我就是水瓶座 我就是少跟金的人 对对 其实水瓶座 他算是比较空灵的星座 好就是像我们知道 双鱼座的人很爱神游 对不对很爱想象 水瓶座不是哦 他有时候面无表情的时候 他可能真的在发呆 就是他可能真的就是 他很享受这种 我什么都不要想的这种感觉 对 好而且水瓶座的人 他们一旦有事情 让他们关注的时候 他们会花这种 90%的心力在这件事情上 对 比方说像佩怡姐好了 可能你在关心这个 贝克宇的这个身高发展 所以你可能那一段时间 你会非常注重什么 要给他吃什么才会长得高 好要带他去做什么运动 你全部心思都在这上面 很可能过了三个月 你才想说 其实我好像三个月之前 送干洗的衣服 完全忘记去拿了 好就是 你懂吗 会是这样子 你也会吗 你衣服忘了拿吗 有一堆都没拿 一堆 都在干洗 还没拿去 对 还没拿去 所以这是水瓶座的人 他们对于自己 有心 觉得有兴趣的事情 他们才会关心 要不然生活当中 其他的这种事情 他们真的就是少跟金的 因为想也没用啊 就干脆放空 让他顺其自然 老天爷会解决啊 对 那是水瓶座的特别 乐天派的 对 乐天派 我们来看第一名 如果有落在双子座的 哎呀呀呀呀 我想 我想 你第一名 我第二名 你以为你逃过了 为什么呢 我逃过了 原因是因为不够专注 缺乏觉察 好 像前两个星座 他们生活上面的欠缺 是因为他们都 他们的这个 注意力 会放在某些事情上 但是双子座不一样哦 双子座是真的 少跟金的星座 可是没有金吗 对啦 可能只有半根 就是 好准哦 好准哦 他们有时候可能今天要出门 对不对 如果会站在窗边看一下 有没有下雨 这已经算是不错的双子座了 没有耶 没下雨我就出门了 不会想说我多看一眼气象预报 可能中午之后有午后雷震雨 没有 对绝对不会这样子下 或者是出门的时候 刚好有下雨 他们就带把雨伞出门 然后这支雨伞 可能十至八九都会流落在外面 不会带回家的 没错 百分之百就在外面 对百分之百的 好所以他们是这种 真的是那种东西会丢三落四 然后因为他们就是 真的就是少跟金 因为生活当中太多事情 他们觉得很有趣 他们的心思是没办法集中在 特别的事情上面 会这样子 所以就变成 形成一种好像 看起来像是生活白痴的情况 其实我刚看了Makio的星盘 我很想要跟你聊一下就是 Makio你之前 比方说你很喜欢 跟朋友一起聚会 或者是怎么样 其实你是内心当中 缺乏你的一种归属感 是 因为他的星盘特质 他自己的星盘的月亮 好我们讲说 比较深入一点的占星学 他的月亮在天蝎 但是没有跟其他的行星产生互动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欠缺 内在安全感跟归属感的人 他就觉得说 我跟这些朋友 就算我不喜欢 我做他们做的事情 他们会把我当成一群人 就我会找到一个有回家的感觉 才会不孤单 对 一样他会为了不孤单 而做了很多的努力 把这个人留在自己的身边 对 所以我要就是建议Makio 就是其实你要懂得 这个安全感或是归属感 是没有人可以给你的 你要自己从心里面 找到一个你真正自己心里的一个依靠 比方说妈妈现在虽然不在了 但是她的爱一样在心里 就是在你的心中陪着你 所以你其实是不孤单的 然后身边有很多的朋友 但是你不一定要去复合他们 你就是好好的过你要过的生活 好好的工作 好好的做好日常的生活 其实这样子 大家这个知道你的个性的人 自然而然就会跟你做朋友了 你就不孤单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